前一段时间 国产版的特斯拉Model Y正式开售 相对比较低廉的价格一度引起了抢购的热潮 近日 特斯拉的一款定位更低 价格更便宜的SUV的渲染图被爆出 据悉 该车是Model 3和Model Y的衍生车型 但尺寸可能要小一些 该车或将被命名为Model H 从渲染图来看 该车更像是一款两箱的跨界车型 尾部采用了有些类似线被的设计 大尺寸的后扰流板 尾灯的造型和Model Y也保持了一致 车头部分和Model 3、Model Y基本上也差不多 封闭式的车头无隔山的设计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侧面的造型倒是比较的紧凑 前后轮毂的上方分别有一条比较大的弧线 车底的群线也有很强的力量感 车内的具体造型虽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但其实猜也能够猜得到 还是特斯拉的方向盘加大屏幕的造型 该车的动力猜数如何 现在也没有具体的数据 这款车会在国内生产 其售价有望定在16到20万之间 新车可能会在明年正式上市 甚至也有可能更早 这台全新SUV的出现 或许会对国内的电动汽车市场 形成较大的冲击 如果您对该车比较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给您带来的消息